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她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他们命名为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男廖